大家好,我是娃娃媽咪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又找到工作了 不過同時有一個煩惱 就是僱主要我出事兩吻精 在影片開始之前,先戴上頭盔 這次這個分享是基於我這三次面試的經驗 就不代表所有學校請Mid Day Assistant 都是問同一式的問題 所以都是作為一個參考 戴完頭盔,我們繼續去片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都知道我之前是在娃娃9間學校做午飯依依的 不過因為搬了屋之後 新屋跟學校有些距離 我就辭職了 搬了過來,設定單之後 我又開始找工作了 因為有工作就有些生活寄託 定時定校都有些工作 還有大人都需要有社交 還有上班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練英文的speaking和listening 午飯依依人工不多 所以我上班就不會選擇搭車 一定選一些家附近 我腳程範圍內可以走得到 我腳程範圍可以接受 就是不超過20分鐘 在這個範圍內就有4間小學 我搬了之後一直留意 這4間小學會不會請人呢 第一間給我看到就是M小學 而M小學距離我家的路程就是8分鐘 當interview見我的就是副校長和Mig Day Supervisor 他就問了我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為什麼你想打學校工 我也很坦白地跟他說 因為我有個女兒 接下來就升到Year 7 所以我會選學校工的好處就是 小朋友上學我上班 小朋友放假我也放假 我就可以照顧她 以及可以處理家務煮飯 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他也知道我有做過午飯依依 所以他就問我在上一間學校 工作範圍大概是怎樣 如果想知道午飯依依是做什麼的話 可以看回我之前這條影片 下一個問題就是關於Safeguarding 他就說如果在playground 看到有個小朋友 情緒好像有點不妥 你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之前我回上一間學校的時候 都上過First Aid和Safeguarding的training 我在interview之前其實我都刨完一次的looks 那我就回答他 首先我就去看看小朋友的訊息 安撫了他的情緒 嘗試了解他什麼情況 什麼狀況 然後就report給Class Teacher聽 下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都看到我是住在學校附近的 他就說如果你在家附近 遇到其他家長 而那個家長就發覺學校的情況 或者一些比較內部的事情 你會怎樣回答呢 這樣聽到這個問題 那個common sense都是 不說得 整個interview大概都是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那聊多了一會兒之後 他就邀請我出playground 因為在那個interview的email那裡 都有提過要出playground 看看小朋友好像事工那樣 那我出去的時候 都好像如常以前那樣工作 而這麼幸運地 都有兩三個小朋友 走過來跟我聊天 問我來做些什麼 大家都有說有笑的 那我心想這些應該都是加分位 那起碼都被學校見到我是受小朋友歡迎的 那試工這裡大概就是十分鐘左右 那其實interview的那個問答環節 和出去playground試工 我覺得我自己的表現都ok的 我都滿意的 那下午我就收到電話了 就是副校長親自打電話給我的 就很不幸運地 我是fail了 他說他就選了另一位 就比較有經驗一點的 而副校長都同時間指出 我有一條問題 就答得不太好 應該說答不到他心目中的標準答案 就是那條safeguarding的問題 他們的標準答案 就不是report給class teacher 而是report給safeguarding leader 其實他也是善意提醒我的 他就提醒我 下次如果再有同類的工作 就留意一下 在N小學見功失敗之後 我就留意Council和Indeed的網站 看看家附近的小學 還有哪一間請午飯依依 隔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看到C小學請午飯依依 我就去apply 這間小學距離我家是遠一點的 腳程要20分鐘 是我maximum接受的路程 這次的interview 就是校長和副校長見我的 很serious 校長和副校都出來了 而他所問的問題 都從之前那間M小學差不多 都是問了這三條問題 這次關於safeguarding這條問題 我就醒了 我就跟他說 安撫完小朋友的情緒 嘗試了解發生什麼事 跟著report給誰聽 就是safeguarding leader 最後一條問題 他就問我 除了他問我的事之外 我自己有什麼補充 因為上次M小學 就選了另外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人 今次我也爭取機會 幫自己去加分 因為我上一份工作 就跟另外一個同事 是趴著一起做的 因為我們是看著一級 Year two 一級就有兩班 六十多人 我們就兩個人 一批去做事 我就告訴校長和副校長 我這位同事 其實就已經在那間學校 做了七年了 他非常之有經驗 所以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處理小朋友一些不好的行為 或者處理小朋友 如果有爭拗 應該怎樣處理 在他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今次這間C小學 我就滿意自己的表現 起碼彌補到上次的不足 上次答得不好的問題 我今次回答他們標準答案 回到家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收到校長的電話 校長就給了我一個offer 那天是星期五 就真的是一個Happy Friday 下一個星期 School Office 就有同事聯絡我 去安排做一些paperwork 就要我帶一個passport 還有council text bill 作為一個住宅證明 還有一個bank statement bank statement 就是因為有一個bank account的資料 他日後出量用 其實如果有車牌的話 應該就簡單一點 因為我沒有車牌 所以我就要帶passport 和council text bill 然後我就收到一個email 要做DBS check 然後email裡面的資料 然後填了所有資料 他就會開始process 然後幾天後 我就收到council的email 因為我未在英國住過五年 他就要求我問香港那邊 拿一個CNCC 有關CNCC 其實我也知道是不容易拿的 根據香港警務署的網站 CNCC 即是這個 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只會因為一些入境簽證 例如旅遊、升學 以及居住 又或者申請領養小孩 他才會發出 而其他的目的 他們是不如受理的 所以其實我也擔心 我會不會順利拿到的 不過怎樣也好 學校要求我去拿CNCC 我都會嘗試去做的 由於我在海外申請的關係 首先我就要安排打指毛 我都聯絡了附近警署 約這個打指毛的appointment 很快我也收到警署的回覆 最快最快約到的日期是9月中 而我當時的email 去約這個打指毛是7月中 即是約到的日期是兩個月之後 而且打指毛也是收費的 費用是97磅 真是未見官才打30大板 其實這份工作 原本那間學校是想我 9月開學就入職的 但是打指毛也約到9月中 而打完手指毛之後 再去香港警務署的process 應該可能都再要一些時間 變成我是不會趕到 在開學的時候入職的 其實我都擔心學校會不會等 我都問學校 你們會不會考慮一些其他的方法 除了CNCC之外 例如我去一些認可的機構 或者去律師樓宣誓 證明我在香港是沒有犯過罪的 但是學校都比較嚴謹 他們說根據的guidline 都是要求我去拿CNCC 去到這個位置 我都問一下其他香港的朋友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在學校做中 或者做過這個午飯依依的 他們都說學校沒有要求過 他們出事這個CNCC 我就猜可能不同cancel 或者不同學校 就有不同的做法 於是乎 我又再密室家附近 有沒有哪間學校請人 又隔了幾天之後 我又見到家附近那間L小學 請午飯依依了 這間學校距離我家的腳程範圍 就是15分鐘 比之前那間小學行少5分鐘 這次的interview 見我的就是校長 以及school business manager 這次的interview 大概都是10至15分鐘 跟之前那兩間學校一樣 都是問這三條問題 這三條問題真的沒有走雞 除了三條基本的問題之外 這間學校還問多兩條問題 我之前是沒有遇過的 第一條他問我 如果在吃飯的時候 在Hall裡有個小朋友 有back behavior 你會怎樣處理呢 當時我心裡便想 死火了 這條問題 很難回答 我腦裡閃一閃 當時在舊那間學校 一個工作的畫面 我就回答 首先我跟那個小朋友說 你這樣的話 會影響到其他小朋友 你可以坐好一點 或者可以吃飯吃好一點 然後觀察他幾分鐘 如果他繼續不聽話 我就會搬去另外的位置 跟其他小朋友分開 又暫停一下 剪輯這條片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L小學 分了幾天工 這個觀察同事的做法 這條題目 如果在這間學校 正確的做法就是 提醒小朋友 不要再有back behavior 提醒了三次都再犯的話 就會馬路寶 之後本寶 就會交給老師 好了 下一個問題 學校就問我了 在我上一份工作的裏面 有沒有一些事情令我很power of 我心想 五反意義的 有多power of 但是無論如何 都要作答 我腦海裡面就閃了一閃 那我就回答 因為在我入職的時候 我的partner 即是我的同事跟我說 如果你可以記到小朋友的名字 就會比較容易去manage他們 所以我都很盡力去記 我用了五個月的時間 即是我做了五個月 我都記到80%他們的名字 還有20%雖然我忘記他的名字 或者記不到 但是至少我都可以認得他的樣子 即是如果我在學校遇見他們的話 我都會知道 這個就是我照顧那一級的學生 當時我見校長都ok的 都點點頭的 不過事後我就想 其實我可以延伸再說多一點 因為YY都是在那間學校上學的 所以每次我送上學 或者一直放學 其實我都會碰到那班 Y2的小朋友 他們每次見到我都會跟我 Hi Bye 好像很受歡迎 我好像一個Superstar 我覺得這個情況 如果我在interview的時候 說給學校聽的話 都應該是一個加分位 至少我離職之後 都還很受小朋友歡迎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interview 我覺得我表現一般 答得不太好 我覺得應該的機會都不大 誰知道下午校長打給我的時候 我竟然是成功了 他說我是一個很適合的人選 之後下一個步驟 都是做一些paperwork DBS check 同時他都有提到我要做CNCC 我也有跟學校提到 有關在香港拿CNCC 其實是有少許難度的 學校的回應就比C小學好 他說都會積極考慮一下其他方法 所以如果C小學和L小學 兩間給我選 我就會選L小學多些 縱使他之後 都要我繼續去process拿CNCC 因為這間L小學的腳程範圍 就短五分鐘 因為如果在英國天氣不好 下大雨 或者再冷些 下雪的時候 就行少五分鐘 只有五分鐘 最後我都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諮詢人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求職的過程 那份Drop Application Form 就要填兩位諮詢人 第一個我填了 我上一份工作的Midday Supervisor 英國人對這些reference check 應該都習慣做熟 而另一位呢 我就填了我之前香港的那份工作 其中一位上司 那他大謊話 都幫我填了三次 第一次就是我之前做的那份工作 跟著那兩個就是C小學 和L小學的reference track 那我都借今次這個影片 再一次跟他講聲多謝 麻煩到你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知道這個reference track 好像都很多東西要填或者寫 那我不知道我這位上司 會不會看到這條影片 不過我知道他早前呢 就發現了我這個channel 說不定呢 他都在看的 那我再一次跟你說聲 Thank you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先啦 那如果各位媽媽們 會打算 找這個午飯依依這個工作的話呢 希望這次影片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啦 那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我來聽見 你這樣子 我來聽說 你怎麼會這樣 我來聽聽說 你也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